高雄市議員宋利斌在市政總質詢時 向市長陳其邁建議 設立超過30年的子官圖書館 由於位在子官區的中心位置 停車位規劃早已不復使用 加上又屬於勞舊建築 整座圖書館民眾使用率低 建議另找新地點籌設 讓子官人也可以擁有完善的閱讀空間 這是分住所 區公所 圖書館 忽政事務所 它僅僅在靜學路與子官路的高 子官的市中心 所以我覺得說費用來講 我們可以把這幾塊地來作為市出 取得經費 取得經費來做新的區公所與 衛生所 護政事務所 以及圖書館 以及派書所 像我們之前在岡山區所做的 這一個跨區的公辦都更 來辦理 我們要先試算一下財務的可行性 不過在總體的整合我們的辦公區域 跟整體周遭的土地的利用 這個我們原則上在方向上是十分贊同 圖書館是在民國七十幾年蓋的 當時它臨的是我們子官路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道路 所以當時的場域 有可能當時的相公所裡面沒有去考量到 現今的社會的改變 有大量的汽車使用 所以蓋在了一個重要道路之間 所以造成了市民朋友 就算想去閱讀 就算想去看報紙 都沒有地方停車 就算模特車都沒辦法停 只能徒步走到我們的圖書館 那相對的就代表說 這個使用率市民不便宜 所以它的使用率當然就不可能會提高 安全的道路養護施坐不應該只在市區而已 宋利斌提到 才爭取不到兩年的道路跑步工程 在完成後 卻又因為其他工程的進行 填補後有如補丁一樣醜陋不堪 道路安全上也有疑慮 宋利斌要求道挖中心 需要加速整合工程 並且改進 市長 除了道路的下層以外 很多道路是因為它租來水需要用 這個電力公司 它需要做處理 但是它做完之後 它不可以回歸原狀 我們上面有什麼 要回歸原狀 但它回田的標準沒有非常明確 它只說原地挖 原地回田 那有可能導致泥土不夠 或者是說因為地的下滑 所以導致這個土壤不紮實 就會導致下線 那在車行走上久而久之 就會有下線的問題 會有歸類的問題 所以我剛剛也跟我們市長報告過 要讓路平真正能做到改善 我們的挖館中心的SOB 讓回田制度要有一個明確的制度 公共建設的完善規劃與施作 關係到未來區域的發展 松黎賓希望市府團隊不要漠視了城郊地區 應該有著平等福利來使用所有公共建設 記者李佳龍 高雄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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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